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部分法轮功学员11月17日在台湾举行盛大的牌子活动 来自台湾、美国、香港、澳门、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印尼、蒙古的5300人 在台北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排出巨型的法轮图形及真善忍三个字 场面壮观殊胜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观看 台湾法轮功学员牌子已经持续了25年 据主办方介绍 今年排出的图像是历年来最大的 牌子图形设计者吴清祥介绍说 这次排出的图像法轮的直径具有67公尺 台北很多主要的干道都没有这么宽 而下方的立书体真善忍每个字都宽27公尺 高18公尺 他说台湾是自由民主开放的社会 人们有宗教信仰自由 透过网路传播这壮观醒目的牌子活动 让更多的人看到法轮大法在全世界洪传的盛况 当天牌子活动结束之后 在场的法轮功学员还举行了集体大练功 将人们展示祥和的功法 并借以横幅施恩浩荡向李洪志师傅表达敬意 江苏无锡公益职业技术学院11月16日晚间发生无差别的砍人案件 引发全球媒体的关注 该校学生披露这是四人的团伙作案 而不是警方声称的单人作案 目前仍有两名嫌犯在逃 当地警方在凶案发生之后发通报说 这起迟到伤人案造成8人死亡17人受伤 嫌犯是一名21岁的男子 是该校2024届的毕业生 但是该校很多学生在网上披露 伤完人数远比警方公布的要多 而且嫌犯也不止一人 一名学生对大纪元记者表示 该校学生都知道嫌犯有四人 一人被抓 一人被当场击毙 还有两人逃离 这名学生说校园很大 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在浴室 快递站 宿舍门口行凶 另一名学生家长也对记者表示 他的孩子发给他的消息说是四人作案 而且他们专挑大学生下手 被抓的是主犯 至于两名逃犯的去向 网上有多种说法 有说都逃向了淮安 也有说一人逃往苏州 另一人逃往长州 目前周边城市的保安都加强了戒备 另外还有知情者披露 受伤的不止17个 因为人数太多 宜兴市中医医院受不下 一些商者被拉到了一星十里牌医院 日前 中共和秘鲁共建的一带一路合作项目 前凯港正式开港 美国后任总统川普的幕僚表示 从前凯港出口的货品应该征收与中国同等的关税 专家认为 加征关税只在防止中国商品通过前开港 规避关税 同时压制中共一带一路向拉丁美洲的扩张 11月16日 川普过渡团队顾问克拉维尔卡罗内 对彭博社说 任何通过毕露前开港的出货 以及南美洲国家的相关商品 多应和来自中国的产品一样 缴纳60%的关税 中共党魁习近平14号出席前开港的开港仪式 又发表文章称 将实现从前凯到上海的繁荣之路 前开港是中共和毕露共建的一带一路合作项目 包括多用途码头、集装箱码头及基建设施 2019年由中国银行牵头的财团 为建设和开发前开港提供了35亿美元的贷款 2021年 中原海运港口有限公司 获得前开港的独家经营权 在当地修建体育馆、翻修警察局修建道路 并启动奖学金计划 资助当地人读大学 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指出 如果川普对前开港进行制裁 前开港在美国市场的用途就没有了 可能中国生产的产品到了秘鲁 然后改标签贴成好像是秘鲁制造的 或是贴成中美都制造的 当在进到美国的时候 不是被川普所提出60%的关税给制裁 美国大选期间 川普多次承诺将对中国商品征收60%的关税 近年来 中共一直在拉美拓展贸易关系 并强化影响力 前开港是拉美国家物流链的关键一环 叶耀元分析 拉美国家在美中之间像是代价而沽的商品 去年起 墨西哥取代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今年4月 墨西哥对544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 以避免成为中国商品规避美国关税的中转战 黄大卫指出 美国对中共在拉丁美洲的所有港口实施60%的关税 直接把这些港口对美的贸易都废止了 去年11月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 发布一份线上地图显示 中共拥海外港口101座 其中92座可正常使用 等同掌握全球物流命脉 过去十多年来 中国富豪们争相抢购法国的波尔多酒庄 如今这些中资酒庄陷入了烂尾 大部分酒庄正在面临倒闭的危险 坐落在法国西南部的城市波尔多 一直因葡萄酒而闻名 十多年前 许多中国富人 包括一些电影明星 纷纷到法国收购酒庄 幻想着能凭借醇香的陈酿 实现投资梦想 如今这些伴合着波尔多美酒的 中国投资者的美梦幻灭了 而那些曾经名造一时的酒庄 已经成为了亟待拍卖的烫手山芋 首先第一个 经济环境的巨大变化 国内来说 除了中国经济的增速放缓 还有整体市场的一个萎靡不振 内需跟投资环境的恶化 以及疫情之后 整个中国国内市场 服输非常乏力 而且很多富豪受到各种各样的 我们说审查跟打击 所以很多这些投资的富豪 开始重新审视 他们海外投资资产配置 历史悠久的拉图拉甘酒庄 曾经是中国企业 在法国首屈一指的 AOC级葡萄园中收购的首批酒庄之一 据法新社报道 作为当时酒庄的新主人 青岛龙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 新任继承人程海燕 曾为这里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发展途径 从品酒室到精品店 再到豪华客房 一条由葡萄酒所衍生的旅游销售产业链 迅速生长 最近这座酒庄不但没有成为理想中的热门旅游景点 反而因年久失修 失气渗透 到处都是蝙蝠穴 倒是很有万圣节的恐怖氛围 目前这座酒庄正在拍卖 我更认为反映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首先就是错估市场需求跟投资的回报 市场无法支持他们原本的销售预测 导致收入无法达到预期 回报难以实现 第二个反映的问题是经营跟管理难度了 许多中国的投资者缺乏这些酿酒的经验 还有许多曾经由中国投资者持有的葡萄酒庄 也都分分一逐 但是同时我们也不敢否认的是 它跟洗钱跟资产转移是有嫌疑 根据国际货币资金主席 IMF跟全球反洗钱主席里面都指出 这是高价值的 非常不容易变现的资产 例如葡萄酒庄 往往用作隐藏财富跟规避资本管制的工具 这种情况在中国一直以来 都是对外汇跟资本 强干监管的背景下是非常突出的 布尔多酒庄房产经纪人 亚洲市场专家李立娟表示 目前大约有50个布尔多酒庄代售 有些酒庄的售价甚至不到最初购买价格的一半 李立娟表示 波尔多葡萄酒已经产量过剩 再加上中共政府对资本的严格管控 均给市场造成了严重打击 我个人认为是多重因素综合的结果 当然也的确涉及到中国政府的资本管控 这个政策使得投资者难以灵活 调配资金支持海外的资产 随着资本外流政策日趋严格 一些中国的投资者不得不选择抛售海外的资产 波尔多酒庄就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李立娟说 现在中国人很难再进行海外投资 因为资金都被困在国内 专家预测随着中共政策收紧 类似中国富豪们抛售海外投资的情况 可能会越来越多 美日澳防长会谈 三国联手对抗中共 11月17日 美国澳洲和日本的国防部长 在澳洲举行会谈 强调深化国防关系 对于维护印太地区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 三国防长再次重申维护台海和平的重要性 并且谴责中共在南海和东海 破坏稳定的危险行为 建于印太地区紧张情势逐年升温 11月17日 澳洲国防部长马里查德·马勒斯 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 和日本防卫大臣钟古元 齐聚在澳洲达尔文 针对三国国防合作 台海局势 南海议题 俄乌冲突 朝鲜半岛局势等展开对话 这是美澳日三国举行的 第十四次三边国防部长会议 会后三国在共同声明中 直接提出了中共破坏地区稳定的危险行为 声明重申 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呼吁和平解决两岸议题 台湾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第一个就是依照联合国的资料显示 东北亚跟欧洲的海上运输 占了全球26% 日本有9成2的能源 韩国有6成5的能源 都会经过台海周边 所以这就是所谓强调 开放跟自由印太的基本原因 三国防长并对南海局势表达关切 重申对南海及东海 破坏稳定行为的严重担忧 包括中共对菲律宾 及其他沿海国家船只采取的危险行为 声明坚决反对任何试图以武力或胁迫 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 就是中国的南海上面的主权宣称 某种程度是会干预到 这个南海的自由航行权的 所以在这个区块里面 我觉得三个国家发明这个联合声明 尤其是在特朗普要即将上任之前 去做这个宣示 其实莫无成的有点呈现起后效果吧 虽然说总统还没有换 用多边主义的方式来防堵中国的态度 应该是不会改变的 声明强调各国应遵守国际法 特别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赋予的权利和自由 包括航行和飞越自由 以及其他合法的海上活动 所以现在美日澳洲三国的合作 其实就是凸显海洋公约的重要性 因为中共目前在东海台海南海 都在采取比较侵略性的做法 未来随着它云南海军的扩掌 也会召印度洋去 所以现在等于是巩固美日澳的合作 对于未来美国新政府 或者对区域安全来讲都非常的重要了 声明欢迎澳洲、日本、菲律宾和美国 在南海进一步深化国防合作 透过定期的海上合作行动 共同支持区域海上安全 因为川普第一任期就强调要恢复第一舰队 大幅度的强化美国海军 那奥斯丁换了新的部长赫特兹之后 我想对于在印太区域的部署 会比目前来的更增强 简单讲 川普跟他团队的大战略是重亚清欧 所以会集中兵力来对抗中共 三国也进一步强化军事合作 日本水陆两栖机动团预计2025年 加入美军陆战队在澳洲北部的部署与演习 以强化协同作战能力 三国防长并对朝鲜试射洲际弹道飞弹等一系列挑衅行为 予以谴责 认为这对国际和平与稳定构成重大威胁 声明中还提到 三方将提升印太地区的情报监视与侦查合作 澳洲将加入日美双边情报分析中心 共同建构先进能力 改进作战协调与资讯共享 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各地民众维权的情况 吉林省公主领事向前村数百名失地失保农民 日前联名举报当地各级官员 在土地征收中贪污腐败 侵犯农民合法利益的黑幕 举报内容包括数百失地农民没有安置回迁 没有缴纳社保金 以及乡政府盖的政府办公大楼严重超标等 据称 举报信日前已递交给了中纪委 11月16号 广州一名男子久后坐在车上 被交警拦下要求出示证件 男子便说他没有开车 但交警仍然坚持 最后竟然直接对着这名男子的脸喷了辣椒水 陕西咸阳楼盘融创愉合陈院延期交房 业主多次维权无果 11月17号 再次到公司门口搭横幅喊口号抗议 要求开发商还他们房子 北京维权人士全世新因接受外媒采访 2023年3月被抓 之后再次被批捕起诉 今年7月 一审被判刑2年9个月 全世新不服上诉 日前有消息传出 二审维持原判 目前他仍然被关押在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 近年来 中共地方财政愈发吃紧 民营企业和个人被其他省份的司法机关远洋捕捞的现象泛滥 其中珠三角地区成为异地公安逐利性执法的重灾区 众多当地民企不堪其扰 甚至业务瘫痪 最近 一份广东省情调查研究中心4月份发布的内参文件被曝光 显示深圳、广州、东莞等珠三角多个城市 成为近年来远洋捕捞的高发地 所谓的远洋捕捞 是地方公安机关跨省抓捕、查封、冻结 甚至转化外地企业和个人财产的行为 以广州市为例 自2023年以来 就有普普、伊建康等近万家企业遭遇异地执法 这些公司绝大部分是民企 案件也明显带有逐利动机 年销售额超过24亿的广东伊建康集团 是其中一个受害企业 伊建康曾在2023年6月提交赴港上市申请 但河南省焦作、商丘两市公安 以涉嫌诈骗60万元为由 出动1600多名警力到广州 对集团旗下公司远洋捕捞 导致伊建康上市计划搁浅、业务瘫痪 台湾财经专家黄世聪表示 中共这种无所不用其极割韭菜的做法 显示地方财政问题已经相当严重 远洋捕捞似乎也有直接下沉到老百姓个人的趋势 10月31号 浙江绍兴一名女子手持身份证发布视频哭诉 丈夫生意不好 以40万元出售自贷名表周转资金 但收到钱后 银行卡就被冻结 随后 来自湖北实验室的警察声称 售表款涉及电炸 将丈夫关押到当地派出所 重庆某县公安局仅仅因为当地一人投诉 姚宇包无效 就以诈骗罪立案 出动300多名警察到杭州捣毁生产商 抓捕155人 涉案金额高达2亿 台湾前国大代表 政论家黄鹏孝指出 远洋捕捞是打着司法幌子抢劫的黑社会行为 普通百姓根本难以抵抗 法院等单位 拘捕的那些人 那还真的是胡天天不应 叫地 地不灵 据悉 办案机关的罚磨收入上交地方财政后 地方政府在根据他们的贡献或当地惯例 以财政支出的刑事返还和奖励 数据显示 近年来全国多地财政收入减少 但罚磨收入却呈明显上升趋势 陆媒的报道也指出 某些地方为增加财政收入 直接向办机关下达罚磨收入指标 并与预算经费挂钩 催生了选择性和逐利性执法 尤其是异地逐利性执法 更成为摇钱术 黄世聪表示 远洋捕捞并不新鲜 只是如今经济低迷 地方财政陷入困境的情况下 变得更加泛滥 甚至他可能认为说这样子我要缴那么多钱 我就不愿意投资 不愿意继续工作 等你过度宰杀这些民企 或是个别民众来说话 我觉得这个宰杀不了多久 这种是饮鎮止渴啦 对经济来说 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情 事实上 北京在2021年就曾发布 公安机关禁止逐利性执法七项规定 发改委和党报近期也连续发话 远洋捕捞已危机企业生存 各地相关单位需要考虑经济复苏大局 营造良好的经商环境 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认为 中共靠着各地暴力机关维持稳定和政权安全 不会过分打压地方政府和公检法机构 在远洋捕捞问题上 中央和地方更多是相互隐瞒和包庇 中国民众表示 不愿为共产党献出自己的生命 他们声明退出中共组织 来看他们的声明 烟台的静静说 我自愿退出中共的共产党 共青团 少先队组织 当初的誓言全部作废 我不能为一个邪恶的组织 贡献自己的一切 更不能为邪恶组织献出自己的生命 我现在已经看透了中共的邪恶嘴脸 他们危害国家 危害人类 迫害善良的人 所以我自愿坚决退出来 特此声明 哈尔滨的李如意说 共产党最坏了 信谁也不能信他 哪个国家的老百姓都比咱们过得好 当官的把自己捧得高高的 天天吹牛 天天撒谎 共产党最坏了 给老百姓吃不好的东西 共产党最坏了 我告诉子孙都不要入党 退出党团队 好的观众朋友 我们这一期的中国禁闻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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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